佛不是神仙 佛不是邪门外道 佛的意思 简单的说 具足圆满的智慧 具足圆满的向好 具足圆满的德行 具足大慈大悲 学己为人 这个人就叫做佛 学佛的同学不能不知道啊 佛是自己不是别人 这一遇文明发心 发什么心啊 发心做佛 佛家里都叫发心 中国古人叫励志 人不能没有志 没有志 你这个人一生 没有成就 志是什么 是目标 是方向 佛叫我们发心 就是励志 人在这个世界 由缘分接触到佛头教会 我们就要励志 做佛 向佛这个道路上 去迈进 这就是我们有方向 有目标啊 这一步经 确确确确实实 是大乘法里面的第一经 随唐时代的 大德说的 这不是我们说的 那花言发法 到最后的归属 是无量手啊 前面跟主要报告过 无量手 最后就归一句名号 南无阿弥陀佛 你明白 念对佛好 跟不明白 念对佛好 效果不一样 啊 明白的是 念对佛好 你是有方向 有目标 轻轻素素 明明白白 那个力量非常强大 啊 什么都不懂 人家念 你也跟着念 啊 迷迷糊糊念 行 也有功德 但是功德 没那么显著 啊 道理在此题 啊 关键 就是真诚 恭敬 那不知道 对教义完全不明白 但是他居足真诚恭敬 一点怀疑都没有 一点夹杂都没有 那个效果 跟通达金教 一起明了的人 没有脸 啊 真诚恭敬 我们叫善根 圣后我 那效果很大 啊 我们要是搞不清楚 啊 搞不清楚 就有疑惑 我们的信心 不坚定 啊 我们的 愿 发的愿 也常常 会动摇 啊 不稳固啊 还会被 明文立养 无欲六成 干扰 啊 你不能完全放下了 不稳固啊 不稳固啊 我 不稳固啊 感谢观看